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演员无名也动人 赵丽颖摘下飞天桨事后的关注度仍在持续 在这背后 2018年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也再次闯入观众视线 赵丽颖夺奖时 饰演大娘子王洛福的刘玲在台下满面感动 即便并未摘讲 她仍在社交平台上也隔空祝福自己的儿女们 引起一波回忆潮 不仅于此 赵丽颖和饰演掌兄掌摆的王仁君在后台相拥 这也重塑当年的熊美情 昔日盛家的故事又在延续 只是时隔六年之后 戏里的盛家还真是撑起影视圈的一片田 赵丽颖的《明兰变身记》 说起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里的盛家 自然是少不了六姑娘盛明兰 因为古偶剧而人气大爆 赵丽颖揭开心思细腻的盛明兰时 其实已经开启了事业转型录 盛明兰的果断和坚韧 成为当年迎聘大爆之作 因为赵丽颖迎来金银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杯 为其此后投身现实题材埋下伏笔 另一边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也算是赵丽颖的人生转折之作 戏里盛明兰和顾廷叶相如以沫 戏外的她和冯绍峰也坠入情网并结婚生子 和戏里不同的是 两人的婚姻在2021年宣布结束 回归单身后的赵丽颖在工作上发力迅猛 凭借幸福到万家 谁是凶手以及风吹 班下等剧集迅速在现实题材赛道站稳脚跟 另外又凭借张艺谋导演的第20条打开电影圈现实题材的大门 并摘下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的奖杯 彻底甩开了国欧小花的路线 赵丽颖摘得飞天奖时 除开大娘子刘灵为她送祝福 掌兄掌摆的饰演者王仁君也在社交平台上为六妹妹叫好 戏里长摆和盛明兰的感情颇好 私下的王仁君和赵丽颖看起来交集并不多 但在飞天奖后台相拥可见私交不俗 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之后 王仁君迅速投身证据拍摄 凭借问苍芒 陆续获得白玉兰奖和飞天奖的提名 这也算是在影视圈里找到特别的定位 圣家的儿女里 长风的扮演者张小千并未一跃成为男主角 但是这安家 孟华路等暴剧中均有出演 也成为影视圈的熟练 比起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里 总让人恨铁不成钢的长风 戏外的张小千则成了影视圈里踏实的耕耘者 如意传的影妃到乔家的儿女 大江 大和二 三以及欢乐送三 四 无礼的朱折 张家宁在许多热播大剧里 都稳稳占据了主演的位置 演技也能让观众信服 圣家的这些儿女 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播出六年之后 的确在影视圈里 各自都拥有了自己的一片田 感谢观看